欢迎来到黎春正频道,请订阅频道,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从王一博履历表中看他出出道时的纯真风采与生活点滴揭秘。 王一博刚刚出道时的履历被网友扒出,从那份珍贵的出道初期履历表中,我们可以窥见年轻而富有潜力的王一博。 那时他还是一枚崭露头角的新星,以其独特的魅力和朴实无华的生活细节,展现出了一个味精雕琢,真实可爱的白牡丹形象。 178厘米的身高配上112斤的匀衬身材,尤其是那标志性的修长双腿,为他在舞台上的每一次精彩表演增添了无穷的魅力。 身为狮子座的他,天生拥有领导者的气质与自信,同时又兼具着生肖牛的坚韧与执着,这或许也是他能够在娱乐圈闯荡并不断进步的一大特质。 尽管身居繁华的娱乐圈,王一博的生活习惯却透露出一种朴素与真诚。 他选择在简朴的宿舍里度过无数个日夜,保持着勤奋刻苦的练习生本色,尚未取得驾照,也表明了他生活的重心更多地聚焦在专业技能提升而非物质享受上。 这位不惜烟且仅适度饮酒的年轻人,既保持了健康的生活方式,又保留了一份对生活的纯粹热爱。 王一博的生活技能清单上,烹饪面条这一项显得尤为亲切和接地气,仿佛让我们看到了他退去明星光环后的日常生活场景。 那种细致入微倒能把衣服叠得整整齐齐的态度,也折射出他对生活的认真与尊重。 而在对未来家庭生活的设想中,他表达了独立自主的愿望,渴望在三十岁时步入婚姻殿堂,希望婚后能有自己的小天地,这种对个人空间的重视体现了他成熟的一面。 爱好方面,王一博的喜好十分多元化。 他钟爱刺激的卡丁车运动,用速度释放激情,篮球场上的挥洒汗水则展示了他的团队精神和竞技热情。 在音乐品味上,Chris Brown的动感节奏显然触动了他内心的律动。 闲暇时光,他会沉浸在天天向上这样的影视节目中,寻找灵感。 和欢乐,谁能想到他以后会成为这档他最喜欢节目的主持人呢? 至于食物,王一博对简单而又饱含家常味道的面食以及清甜可口的西瓜有着特别的喜爱, 这些都反映了他对简单事物的深深深恋恋。 此外,王一博对理想伴侣的要求亦显现出他的坦诚与直接, 无法忍受用餐时的嘈杂声及欺骗行为, 这无疑是他为人处事原则的一种体现。 他心仪的约会方式是旅行, 意味着他向往通过共同探索未知世界来增进感情。 至于宠物方面,他所喜爱的杜宾犬是一种聪明、忠诚且充满力量的犬种, 这也从侧面映射出他内心深处对伙伴品质的期待和自我个性的投射。 这份出道早期的履历表如同一幅生动鲜活的画卷, 勾勒出王一博出色演艺界的青涩岁月, 那些质朴而真实的细节描绘出了一味勤奋、率真、 富有目标感和独特人格魅力的青年艺人形象。 随着时间的推移, 王一博不仅实现了自己当初的一些愿望, 更是凭借不懈的努力与坚定的决心, 成长为万众瞩目的璀璨巨星, 那份初心与纯真依然意义生辉,令人感动。 王一博撞墙变装引爆热议, 粉丝自制表情包大破圈层文化影响力。 二月底,万众瞩目的当红小鲜肉王一博, 终于在自己的社交平台上, 晒出了自己最新的撞墙换装视频, 让广大网友大饱眼福, 要知道,王一博可是好久没有出现在公众面前了。 这一次营业, 顿时在网上引起了极大的关注, 不过,王一博虽然很少出现, 但他的粉丝们, 却用自己的方式, 继续支持着自己的偶像, 制作了一套王一博的表情包, 在粉丝中广为传播, 并成功大破圈, 得到了各种网民的广泛使用。 二月底, 就像春日里的第一缕曙光, 打破了冬天的寂静, 王一博以他那别具一格的撞墙变装再次出现在大众面前。 在影片中, 他用流畅的动作, 时尚的造型, 极副戏剧性的画面转换, 展示了一种独特的时尚魅力与艺术表达方式。 这条微博一出, 立刻引起了很多人的注意, 很多人都在转发这条微博, 很快就火了。 不过, 这段时间王一博专心演戏, 很少更新自己的生活, 但这并没有影响到他的粉丝。 他们用一种非常新颖的方法, 来维持与王一博的互动, 比如一系列生动有趣的王一博表情包, 不仅是粉丝们自己玩的, 也是广大网民自发收集的, 因为他们很好地捕捉到了不同场景下的细微表情, 以及一些搞笑的段子, 小到电视剧中的搞笑镜头, 都经过了粉丝们的精心挑选和二次创作。 值得一提的是, 王一博的表情包以其高度的娱乐属性与共通性, 渐渐打破了原本的粉丝圈隔阂, 被广大网友所接受。 他们不仅仅是在各个社交平台上, 在聊天窗口里, 就连论坛上的讨论, 微博上的讨论, 甚至是日常的玩笑, 都有他们的身影。 这既是对王一博和他的粉丝文化的有力补充, 又是粉丝, 偶像在互联网环境中的一种新形式。 其实, 王一博的粉丝们所创造的各种表情, 不但丰富了王一博在网络上的表现形式, 而且也为他在大众中的多元形象注入了新的活力。 这几个表情包的成功突破, 无疑是对粉丝文化输出的一次成功尝试, 让很多不喜欢王一博的人也能感受到他的魅力, 同时也能通过简单, 有趣的表情包来营造一种亲切感和认同感。 总而言之, 王一博偶尔的营业, 都是粉丝们用一种独特而又有创造力的方式, 与自己的偶像建立起了一座桥梁, 将所有人都连接在了一起。 这不但极大的扩大了王一博的个人影响力, 同时也彰显了新时期粉丝文化的力量, 展现了网络环境下明星与粉丝之间的互动新趋向, 彰显了粉丝文化在大众传媒中的重要作用。 不过, 这段时间王一博专心演戏, 很少更新自己的生活, 但这并没有影响到他的粉丝。 他们用一种非常新颖的方法, 来维持与王一博的互动, 比如一系列生动有趣的王一博表情包, 不仅是粉丝们自己玩的, 也是广大网民自发收集的, 因为他们很好地捕捉到了不同场景下的细微表情, 以及一些搞笑的段子, 小到电视剧中的搞笑镜头, 都经过了粉丝们的精心挑选和二次创作。 感谢您观看视频。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 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 祝您生活愉快、充满活力。 再见。